那繼續 這個你也推介過的 中習安稅科 是不是我沒有讀錯 是的 終於讀回對了 好 那平均買入價是10.8元 他說前景怎麼看呢?Catherine來的 這隻就炒輕能概念 如果你說輕能業務今年繼續發展 這些股就不會差對比 是不是儲輕? 沒錯 儲輕 它做一些儲貫 它儲貫其實都分很多隻的 你算是等級來說 它都算全球做到最高端 最高技術那種 技術含量很高 技術含量很高 因為你不要想著做個罐好像很簡單 是的 這樣一聽也是的 絕對不是的 因為你本身儲輕 如果你的罐的質量差一點點 你一漏氣 問題很大 所以這些公司其實本身 都有一定的技術含量 還有都繼續是會加大產能 和一些比如外國公司合作 搞一些JV去到 繼續去做一些研發 所以這隻股我覺得的 基本上是好的 只不過過去的兩個多月 升得都比較多 近期做一些調整 你問我 如果落到10元左右 應該會有些支持 如果你想著買 這隻股份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是 你也覺得繼續可以的 現價也是可以的 現價就會落到10.5元 或者是可能再低一點都可以 始終短線的股價波動是很難抓的 沒有人可以很確定 但是問題我只是說 這隻股份我看就不是一個 短線炒幾毫子 我買就打算打算破壁 所以無論你10元買也好 你10.5元買也好 我覺得分別不是太大 是的 這個不是炒Range Jason就真的看他們業務的前景 就是看企業的背景 以及看市場的增長潛力 大家可以留意自己想看 是長線的還是短線的 沒有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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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